在设计初期我们也考虑过很多种不同的工艺设计 像格纹 条纹 钻石切割面之类的 但这次我们想设计一种更完整的一个体验 我们希望用户能从视觉到触觉 都能感受到我们想要呈现的一个氛围 去立体地呼应年轻人自我个性的一个表达 低调 但也闪耀 在设计落地这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行业内它并没有一个可以达到我们需求的一个工艺技术 于是我们的工艺预言组一直在探索的创新工艺 这次就用上了 玻璃表面的药水石磕工艺行业内其实已经用的比较多了 那么OPPO作为先行者已经基本完成这个技术方向上的可能的探索 但反而是激光刻石技术更加具有想象的空间 当我们敲定了这个方向后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间不间断地进行研发和调试 包括精密的刻石 高精度光学图纸的设计 每个环节对无数的难题需要我们去攻克 为了达到我们需要的极致的灵动 我们最终选择了通常用在半导体封装技术上的LDI工艺 通过如此高精度的LDI的工艺 我们可以做到在玻璃上刻画出高达120万条 精细度达到20微米 甚至最窄的地方只有8微米的光山线条 其实每个视觉元素的突破 我相信都是一次工艺上的革命 是需要很多人经过无数的研发 包括长期的积累才可能得到的突破 我们希望当Reno的用户拿起手机时 他们不仅仅惊叹于手机的外观 还能有更加多维度的触感和体验